好了,我們來看看這份捲點 第一條,要選擇這個算式 我們的做法是由細括號開始做 就是這裡 然後再做中括號 然後大括號中,記得先乘除後加減 所以,我們先做了26-14 只剩下按照寫 中括號,是26-14,就是12 旁邊這樣,除以3 然後12除以6,就是2 然後再計算,35加16 因為先做成數 先乘除後加減 裡面,就是35加16 51 除以3,答案17 答案是C 第二條,這個怎樣計算呢? 記得先乘除後加減 5 over 2 乘4 over 15 加 這個,二有五分之一 我們就把它變成假分數 這樣 這是11點來的 5乘2,再加分之1 然後這個,除9 over 10 就變成乘10 over 9 接著我們就可以做這個 約選 5和15 約選 2和4 約選 然後這裡 5和10又約選 所以只剩下 2 over 3 再加 22 over 9 你看到分母大加 1個3 1個9 所以就可以做礦分 將分母 變成3和9的LCM 即是9 所以第一個分數就變成6 over 9 然後後面就是22 over 9 分子就是6加22 分母就是9 計算出來 28 over 9 答案就是A 第3條 第3條 以下哪個能夠給4和5整除? BOTH 即是說 又給4整除 又給5整除 首先 如果能夠給5整除的話 那個的 個位數 一定是0 或者5 因此 這個不可以了 因為這個位數是6 接著 要給4整除 就是要 最後兩個Digit 能夠給4整除 就看到60 70和75 C和D都不可以了 因為70和75 都不是4的倍數 所以第三條答案 Boy了 第四條 現在就問一下這個 5位數 能夠給5整除 就問最後這個數是多少 有個檢驗方法 就是如果你把這個數字的所有Digit 都能夠給9整除的話 就是9的倍數 就代表整個9753正方 都能夠給9整除 我們先算頭4個 9加7 16 16加8 24 即是24加正方形 要是9的倍數 那你便試 答案 答案 只能夠是B 因為24加3 就是27 27就是9的倍數 第五條 正負數的問題 有個檢驗方法 就是在第二層 Below the ground 即是負2 向上行9 數 1 2 3 4 5 6 7 8 9 即是負2加9 即是正7 所以就是7層 Above the ground 第六條 要計這個 留意 如何處理這些連續兩個正譜的算式呢? 記住 用回 正正得定 正負得負 負正得負 負負得正 最初就是正14 減 正19 加2 然後下一步 正19加2 正21 或者簡寫21 都可以 留意這個位置 一個正14 一個負21 我們稱之為 這兩個就是 不同的正負值 俗稱2號 相2.2 如果2號加減的話 那就是兩個數值 14和21 做相減 21-14 7 8 然後 正負值取大數 什麼意思呢? 看看14 和21 這兩個數字 哪個大一點呢? 21大一點 我不知道 正負跟大數 就負了 所以答案就是負7 答案 D 第七條 就是計算 這個分數 算了 括弧裏面的東西 不要太深刻 隨便成 那些 7 over 8 乘 負3 5 好了 3 over 4 除多少呢? 7 3 21 8 5 40 這樣寫 隨便成 4 40 擺上面 21擺下面 你負可以擺上面 無所謂 你擺上面也可以 你擺下面也可以 你擺下面也可以 你擺中間也可以 關鍵是分子分母只有一個數字 只有一個 term 那你就擺上下或者中間也可以 然後就選擇 答案就是負10 over 7 所以 第七條 Dot 第八條 哪裏是light terms呢? 那你見到 A這個就是 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英文字母完全一樣 而他們的次方又完全一樣 BCD都找到一些原因 他們不是light terms 例如 後面這個 D2次 D3次 不同 次方不同 PASC也是 C1次方 C2次方 次方不同 不行 D也是 C1次方 C2次方 D2次方 D3次方 次方又是不同 這些全部圈著的都不行 所以答案就是A 第九條 文字題 在店內 一支圓筆就兩元 一支圓筆就三元 他現在買XG圓筆 以及Y支圓筆 問他給多少錢 很容易 1支圓筆就兩元 X支圓筆就兩元 X支圓筆就兩元 1支圓筆就三元 Y支圓筆就三元 Y支圓筆就三元 所以答案就是2X加3Y 這麽多錢 B 第十條要選擇 2X加5 over 3 等於負3 你記得可以留意一下 2X加5 這裏 是分子的 正常來說應該先優先計分子 但這次因為有個尾指數 X計不到 所以可以先加上 先把尾指數 好了 你要怎樣去計算X 首先 你看到這裏有個尾指數 3 怎樣弄走它呢 兩邊乘3 用天法則 就會得到 左邊 2X加5 右邊 負9 然後用天平法則 由兩邊 減5 整走那個5 就變成2X 等於 負9加5 即是負14 最後 兩邊除2 X 就會計算是負7 答案 C 好了 接著就是填充題 現在 叫你填回答案 21除2 7等於3 3 這個我們叫quotient 雙數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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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e number, 質數 然後, 負1, 0, 5, 8, 9 這些是甚麼數字呢? 你會看到, 全部有負數, 正數, 零 這些就是整數, integer 然後, 2, 4, 6, 8, 10, 12, 1 這些就是 even number, 雙數 然後, represent the following word phrase Q16和Q18 by LGBExpressions 即是寫出來 subtract 9 from M 即是這裡, M-9 and then divide the difference by 8 即是把 M-9 就是除白 所以, 這樣寫 用一條份數線表示除, 又可以 你說不是的, 你想寫 括弧 M-9 之後, 再除以8, 這樣寫 也可以 但, prefer 哪個多些呢? 這個就好些 OK 第六七條 Multiply the sum of R and 4 by 3 即是把 R 和 4 加起 然後, 再乘3 所以, 答案就是 3 括弧 R 加 4 第十八條 Divide the cube of N Cube 即是立方 也就是解 3 次方 所以, 這裡就寫 N 3 次方 over 10 接著, 就說 Subtract 26 from the Quotient 可以 即是說 這個 N 3 次方 over 10 就是要放在前面 去減後面的 26 可以 除完之後, 再減 26 第十九條 Simplify 4u 減 5v 加 3u 減 7v 我們這裡就考慮 Light Terms 的概念 4u 和正 3u 是Light Terms 因為他們的英文字母 和次方完全一樣 所以, 4u 加 3u 即是 7u 接著, 負 5v 減 7v 這兩個又是Light Terms 因為他們的兩個v 英文字母一樣 次方又一樣 負 5v 減 7v 負 12v 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 進入 Simplify 這次是乘數來的 不是加減數 所以, 你就先把數字乘數 Coefficiency 乘數 就是6 接著, A 有兩個一樣 所以, 寫 A 的 2 次方 B 只有一個 所以, 給 B 的 1 次方 這個 1 通常我們去到最後答案 就不寫的 記得 這樣才是最終答案 你寫 B 的 1 次方 做最後答案 會扣分 接著這條 用這個 Prime Fetalization 質因素連線式 找回 36 84 108 LCM 即是最少公倍數 以及 HCF 最大公因素 所以, 將 36 將所有的 Prime Fetalization 列出來 2 的 2 次方 即 4 乘分 3 的 2 次方 49 36 將 4 擦為 2 的 2 次方 9 擦為 3 的 2 次方 8 下 4 你可以除 4 即是 2 的 2 次方 8 下 4 除 4 之後 就得到 21 21 可以寫作 3 乘 7 OK 這樣便完成 接著 108 108 你試試給 4 去除 變成 4 27 接著 9 3 可以寫作 2 的 2 次方 9 可以寫作 3 的 2 次方 但還有這個 3 所以便是 3 的 3 次方 因此 HCF 我們怎樣做呢 就一定要選擇 3個都有的 Fetal 3個都有的 Fetal 這次看到 大家都有 2 而選次方最小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HCF 就是 2 的 2 次方 然後倒入 3 大家都有 3 但這次的次方便不同 2 1 3 選次方最小的 就是 3 的 1 次方 所以成出來的答案 就是 12 HCF 就是 12 LCM 就是要選什麼呢 至少出現一次的 Fetal 都要 例如這裏 2 剛好 3 個都有出現 而 3 個都有出現 至少一個出現 也好 你一定要選擇 它們次方最大的 2 的 2 次方 接著到 3 3 的 2 次方 3 的 1 次方 3 的 3 次方 我們就會拿出來 因為 因為 這 3 次方最大的 是 3 接著有突足的 7 出來 要不要呢 都要 OK 因為 就算出現一次 它也是 84 其中一個重要的 Fetal 所以 乘了 7 就會做到 84 個的配數 你不拿7 就做不到 84 的配數 LCM 怎麼算 你不需要自己由頭成過 你試試細心點 留意一下這塊 2 的 2 次方 乘3 的 3 次方 跟這個一樣 OK 這樣便是 108 所以你只需要把這個數 108 乘7 8 7 56 進 5 接著就 7 所以就 756 這樣就叫做罪 到這條了 要找這個數值 正31 加負24 減負12 減正9 逐個來 開頭 31 前面有個正 可以不寫前面的正 這裡 正負得負 減24 然後 負負得正 加12 接著到這裡 負正得負 就是減9 然後你可以怎樣計呢 因為 這裡你可以考慮成 有四個 Term 1 2 3 3 4 OK 你可以把 Term 前後調位 所以你把 31 加12 寫前面 然後 把 減24 減9 放後一點 做個移行 這樣 記住 你怎樣跨 你這樣跨 是連下前面的正負 自己一起跨 對不對 31 加12 43 然後 負24 減9 負33 所以 最後計算到 就是 10 現在 現在 記住 這條 括號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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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是准成数 那你如何处理呢? 先计算一下 86加14 然后乘乎8 正乎得乎 两个连续正乎8 就用正乎得乎 前面是86加14 100 后面是多少? 负乎8 和-15 两个端端 做加减数 我们就叫什么? 相同负号 同号 同号加减数字相加 即23 正乎取大数 一个8 一个15 正乎就跟15 所以就是负 因此答案是负2300 到这一条 这条就比较稍微 有很多分数 都要计算 硬着头还没计算 开始做乘数 没有计算 出到负数 分子相乘 1乘4 只有4 分母 3 7 21 然后减数 2 over 3 减数 1 负3分1 OK 然后就中回 负负得正 那便会出到 负4 over 21 加3分1 3分1 你可以将它矿分 成为 7 21 这样 OK 然后 后面来 负4 over 21 加7 over 21 大家分母都是21 分子 你怎样理解呢 留心 负4 加7 就出到正3 所以你要写3 在这里 好 接着 负2 减3 over 21 即是 负2 减7分1 好了 那当然 你可以把2 想象成为 2 over 1 因此 你把矿分 变成14 7 最后答案 你要考虑 就是 负14 再减1 在分子 即是 负15 这样就叫做 最后一条 好 第25条 化成LGB Expressions 即是 由大件化成小件 正正得正 照寫 其他续抄 这里 负负得正 然后将Light Terms 结在一起 哪些 负X2 和正5 X2 是Light Terms 负19 X2 加5 X2 即是正4 继续 正3 XY 加8 XY 即是 加11 最后 只剩19 -10 X 照寫 这样就叫做完 第六条 Solid Equation 也计算Y 是多少 5 Y-2 等于14 -Y 你又将这个5 和正负值 前面这个 是正5 乘入去 每一个 所以得到 正5 Y-10 5乘2 OK 等于14 -Y 等于14 右边有个 是叫做 -Y 你要把它搬过来 變成 加Y 所以就会写 5Y加Y 然后 你又见到 等式的另一边 有个 -10 OK 你要移项 把它搬到旁边 加10 所以就会写成 14加10 因此出到 5Y加1Y 就是6Y 右边24 最后 两边除6 出到Y 就是4 这样就叫做完 第27条 Solid Equation 凡作有个 5在最开始 最后 如何去处理呢 你可以就这样看 等式的左边 有两个 第一个 是正5 第二个 是-4 p -5 所以要做移项 你只是把蓝色 移过去 它本身是正5 移过去之后 就变成-5 所以右边要写 17-5 左边只剩下 一个红色的东西 红色的是-4 p-5 -4 所以有一行就是-4 括弧p-5 等于12 接着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直接把-4 乘入括号里面 或者直接两边除-4 我用传统的方法 将-4 乘入括号里面 就会出到 -4p 加-20 看清楚 -4 要成为-5 接着 将正20 移到旁边 变成-20 所以-4p 等于12-20 即是-8 因此 两边 再用全色除-4 使用天平法则 p 就会计算是-2 第28条 要介绍这两条 A 2括弧5d-3 等于7括弧3加d 将-2 乘入括号里面 变成-2 10d-6 右边 又是-7 乘入括号里面 变成-731 加-7d 移到-2 移到-2 将-7d 移到旁边 变成-7d 所以-10d-7d 是-2 将-6-6 移到旁边 变成-6 所以变成-6 加-21 化简 3d 就是-27 接着两边除以-3 左边是-d 右边是-27 除以-3 即是-9 好了 到-b 2 over 5 -3 Vover 10 等于1 你见到墳墓有5和10 我们就尝试左右两边都乘回墳墓的LCM 10 与此同时 这里 有同学喜欢移到1over1 你不喜欢的 你维持1 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要写的下一步就是 每一个Term 都乘10 这里预设少许位 再写 乘10 我们会这样写 另一个这里 1乘10 夸住1 那就做弱简 2 所以这里是4 然后弱弱 这就是3V 然后10 然后 你看到这里有两个Term 一个是4 一个是-3V 对不对 我们把4搬到旁边 所以右边就会是10-4 6 然后 藍色有-3V 仍然维持 负是跟着3V 两边再除-3 V V 你就会计到是-2 这样就算完 到第九条 接下来 这条 这条难度高一点 因为很多括号 然后把-3 乘入括号 里面 就会得到 如何摆 我们将-3 摆上分数线的上面 -3T 这样 然后-3乘正1 -3 到等值的另一边 又是3 乘正2 t over 2 和-1 3怎么办 写进分子 这样 3T over 2 再减3 然后加7 好了 接着你见到 两边都有个-3 所以两边加3 之后 就可以令到-3消失了 就变成-3T除2 5 等于-3T除2 2 再加7 好了 接着重点来 就是我们要是 看到一个份母 一个是5 一个是2 所以我们就会令到 左右两边 每一个Term都要乘10 这样括 接着我逆简 这样 这样约2 所以左边就得到 2乘-3T 即是-6T 右边 这样约5 3T乘5 即是15T 然后加70 你会见到 今次左边有一个Term是 15T 另一个Term是70 我们又将其中一块搬过来 变成-15T 所以你的写法记住 就是-15T -6T 右边 仍然维持分约70 -15T -6T 就是-21T 接着 两边都除-21 就会令到T 可以得到70除以-21 不如忘记 可以选择 T 就是10 over -3 或者你寫-10 over 3 甚至你寫-10 在上面 这样都可以 那这条数呢 便叫做完 谢谢大家